这就是南湾侯岛的房车营地 也是我的海景房 整个沙滩上有好多房车都在露营 有C型,有越野房车 还有土瓜房车 这是我的大客厅 12平方的一个大客厅 一会儿再大家去参观一下 这是我的房车 小宁助理正在房车里面 给我配菜 这就是大林的房车 大林哥,菜我已经切好了 然后米饭也快熟了 酥肚啊,就等着我炒了呗 我刚才在外边把那个帐篷里边的东西都摆放了一下 那行,那我现在就准备做饭 今天晚上俩菜呗 西红柿炒蛋 蒜头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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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刀工可以啊 这刀工 嗯 必须的 跟老板学的 哈哈 哎呀,晚还炒一会儿 这肉 这肉不少啊 这肉啊 死到歪死肉 做鞋的 嗯 直到你辛苦了 多给你吃点肉 哎呦,我去 火好有点小了呢 大火 炒菜还必须得大火 先把肉炒走 有香味了啊 看我老板炒菜的这个姿势都这么英姿煞爽 下水口 这这活可能不行啊 没气的吧 这哪是炒 我这想炖上的 能吃就行 炒得颜色老好 出锅 哎呦,老小了 哇 看这技术行不行 太行了 完美 第二个菜下锅了 几道有点少啊 打了几个几道 三个 三个几道 在这少啊 下回打五个 或者打六个 吃饭不吃饱吗 不吃好吗 我怕剩了坏了 有我在 剩不了 正好西红柿手段 是应该把这个西红柿 这些皮拔了 但是站在户外 感觉不讲了那么多了 这海南的西红柿还没有往往东北的好 有点硬 对 这西红柿硬 它没有往往东北的那么 丑的那么 吃着 吃着 你看这西红柿啊 你看这西红柿太幼了 其实应该拿水去给它炒一下 然后发点皮 然后再炒这样会好一点 下回我注意啊 先烫一下 然后发皮 对 先把皮给它 不用烫也行 就直接拿那个 那个挂皮刀给皮拔了 给皮拔了 再炒的话 它就 它就更于一个 更于出味道 更容易出汤是吗 对 鸡蛋煮出点手啊 放盐 你喜不喜欢吃糖 你喜欢吃你就放 其实炒西红柿放点糖 也挺好吃的 你别放奶茶就行 放糖没事 糖放哪了 早吃不飞进的 不放了 这味道也挺好 要不是你放点红糖 放红糖呢 吃完就下吃 西红柿出锅了 一般倒菜我都不用 直接这么倒 我都不用 我都不用那个熟的 从小过妈学的绝技 我端了吧 小娘 你把菜端着 我们到帐篷里去吃 吹着海风凉快 这是我的大客厅 老铁 刚才说 就带你们看一看 现在我们就看一看 就在海边 我一米八在里面能 能能站直 这边拉开就是大海 反正可以看日落 早上可以看日出 冰箱 反正这个帐篷里挺大的 有老铁洗 那个愿意来找大林玩的 没毛病 没毛病 隔着车比隔房车是还凉快 确实还疯 那两个冰箱给拍上大用场了 晚饭 开整 开整 我看个草就行不行啊 嗯 可以啊 香吗 找我妈的味道 还是差一点 人家这个位置可以看日出 吃过晚饭 出来散散步 这海滩上所有的房车都是我的邻居 他们也在吹着海风聊着天 这是我的小田地 后边就是我的房车 一次一停 你们能听见大海的声音吗 对面就是大海 有好多人去赶海 过两天我也去 听说这个海岸线的大螃蟹 都非常非常的大 就在房车里睡觉 晚上根本就不用开空调 海风吹着特别特别的舒服 小牛猪里在帐篷里给我切水果 进去吃点水果 哎呀 水一月都放下来了 挺happy啊 弄的什么水果 林宝 你吃没吃 这啥呀这是 这就是我的房车旅居生活 有来找我玩的老铁龙吗 拜拜